用经济学的思维更靠近财务自由 大家好,欢迎来到BOSS经济世界 我是BOSS 最近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再次吹嘘中国经济复苏理由是出口回暖GDP增长数据上课 然而,他们只是专注于表面数据 却对潜在的根本性问题视而不见 事实上,中国经济的根本性挑战根本未获解决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 这导致相关行业蒙受重创就业及收入增长放缓 与此同时,消费状况同样低迷 主因是老百姓手头拮据缺乏可支配收入 为了就是中共不断出台各种政策 但却未能解决问题 征集反而延缓了必要的深层次改革 以近期的已旧换新 家电汽车补贴政策为例 这无疑是另一次换汤不换药的倾向 其核心目的不是真正赋予消费者购买力 而是刺激生产端多生产一些耐用品 然而,在内需低迷的环境下 过度产能无疑将进一步加剧中国产能过剩 及贸易摩擦的问题 为什么中共如此固步自封 不愿真正解决民生问题 原因很简单 全力 一是中共深怕老百姓手中有钱 1989年通货膨胀及民生问题 曾引发全国范围的示威浪潮 给中共带来极大威胁 自此他们对通膨恐慌 害怕老百姓收入过高 二是中共迷信 集中资源办大事 他们坚信只有政府掌控资源 才能推动建设与发展 至于普通民众 不过是当个听话的螺丝钉罢了 看到当前美式资本主义困境 中共越发坚信自身道路正确 绝不能重蹈西方的覆辙 因此中共主要依赖出口 及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 宁愿冒全球贸易战风险 也不愿意真金白银的改善民生 他们沉溺于那些政绩工程 却治教育医疗社保等 民生投入于不顾更有胜者 大兴土木浪费大量资源 于毫无意义的基建项目上 一旦放任消费主导经济 中共将失去对生产资源的控制 这等于在开启战略机会之窗 因此中共政权注定难以拥抱 消费主导贤增长模式 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 不高居民消费率38% 远低于世界55%的平均水准 今年系数 0.46%的极高水平反映社会财富极为悬殊 贫富矛盾突出 而中国政府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 仅占GDP7% 远远低于发达经济体 20%左右的平均水平 这些数据透露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正面临严峻挑战 中共的政策已走上不可持续之路 国家的长远前景令人开忧 当前越来越多年轻人不愿生育 不愿结婚 不愿努力工作 暴露出他们对未来希望已丧失信心 生育问题尤为严峻 随助生育成本持续攀升 独生子女压力加大产价保障 及公共服务支持缺失孩子的 抚养教育费用高昂 年轻人对于生育已丧失信心 官方数据显示 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仅1058万 创下新低人口 出现了自然负增长 许多准新人也禁不住房价的沉重压力 而放弃结婚 中国楼市从2021年开始陷入严重困境 不少地区房价仅稳中有跌 在高房价及严峻经济形势下 即使双新家庭也难以负担 可观的首期付款 更可悲的是 大量刚需购房者为了支付房贷 不得不高消费较优质的生活品质 年轻人工作热情不高 也与收入期望落空有关据调查 1990年代出生的新生贷 普遍感到工资偏低 加班过多发展空间受限 在缺乏保障及向上流动性的处境下 他们渐渐丢却野心安于现状 不愿过度奋斗 上述种种社会困境 折射出当前中国经济在供给及需求 两端的失衡顾及 低收入带来疲弱的内需 趋势企业转而过度依赖出口拉动经济 而出口欲阻 政府又倾向一味扶持产业端 加大投资推高产能利用率 但仍难以弥补内需疲软的缺陷 最终反过来加剧产能过剩与贸易冲突 可见中国经济的根本矛盾 在于工薪阶层可支配收入不足 消费需求不认 然而中共却难以摆脱意识形态及体制束缚 未能向老百姓倾斜 由此可见 中国要改变发展模式并非一式 对于中国当局而言 产业政策的主要考量是如何巩固传统工业优势 确保资源自给自足及技术独立自主 而非提高民生水平及家庭福祉 传统制造业自古即是中国经济及社会稳定的根基 毛泽东时期的产业政策核心就是次力更生 后继者虽暂时放松恪守此一原则 引入西方资金及技术 但在知识产权被盗用其科技入门后 中国当局又收紧管制 全面排斥外资现如今中美科技战加剧中国 将进一步封闭自身产业体系 今日的中国已在联合国标准的所有行业门内 均有产出金石自身是全球唯一拥有 如此完整产业链的国家 这一策略旨在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上游延伸在国内市场主导地位 并不断扩大国际市场份额 在这一产业政策思路下 外国竞争对手将被锁定在中国 日益高效极复杂的供应链体系中 北京意图培育本土企业晋升世界顶尖行列 建立起令人难以替代的产业环节 从而获得长期竞争优势 正是基于这一长期战略考量 中共才对家电及汽车等传统制造业 推出已旧换新补贴计划 政策目的不在于刺激消费需求 而是确保工厂满负荷生产 提高产能利用率 毕竟在中共官员们眼中 共产党的合法性来自工业工人阶级 而非富裕的消费社会 习近平时期 中国产业政策倾向一再加码 制造业强国 不仅是经济口号 更代表着地缘政治野心 在新兴技术领域 赶超美国终结科技赛跑中的落后进化 为此大量资金及人力被投入发展 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 生物科技等前沿领域目的 是打破西方垄断实现自主可控 然而 这一产业战略 并未真正注眼于提振民众收入 及生活水平相反 制造业正是中国缺乏劳动生产率 工人薪酬增长乏力的祸根所在 大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长期压低工资水平 携带社会不供给 牺牲环境成本 这恰恰是导致内需低迷的关键原因 可以看到中共决策层 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实现劳动力价值的重视程度 远不及对增加产能产量的热衷 他们既往以廉价劳动力 和严密监管换取制造业竞争力 而非真正推动经济 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在这一发展战略下 中国经济面临的核心矛盾 使供给端过剩 与需求端购买力不足并存 这就好比铁工机工业时代的苏林 虽然粮食和消费品一直短缺 但重型机械工业 却严重生产过剩资源错配 中国的经济困境同样源于 扭曲的资源配置失衡 作为发展中大国 其理应优先解决就业收入 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短板 从而释放居民的巨大消费潜能 但相反 中共却执意追求 高投资重工业导向的老路 导致生产能力严重超前于实际生活需求 从根本上说 中共做出这样选择的背景是 其一党专政的体制架构 无法容纳消费民主 如果老百姓收入和财富不断增长 他们势必要求分享 更多社会资源和决策权力 挑战中共的执政基础 因此提着内需 并非北京当局愿意为之其 长期战略目标 乃是延续高度集群的政治格局 确保工业化进程 在党国体制指导下推进 并在此基础上 寻求与西方对抗的科技自主 以上种种展示了中共 在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上的挣扎一路走来 尽管不断有导师建议 效仿新兴市场经济体 拥抱私营经济 降低干预发展服务业和提高家庭收入 但北京至今仍难以彻底放手 迷恋于严格已久的计划经济式发展模式 这种发展逻辑始于苏联模式认为 只要政府适度调节供需平衡 即可实现持久繁荣 不受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困扰 当年毛泽东曾极力模仿这一体系 甚至一度为了加快工业化进程 挫制农村经济导致严重饥荒人祸改革开放后 邓小平得以扭转这一错误方针 遂吸收新古典经济学教训 大力发展私营经济 鼓励出口带动增长这一转折 确实给中国经济带来长期向好势头 然而当中国经济体量日渐庞大 传统增长模式开始见顶后 中共却未能彻底摆脱计划经济思维 反而又一次回归到产业政策主导 重工业主导的老路上 在这一转变中 市场化改革的力度大大放缓国际民 退现象开始抬头 政府不断加大对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 各部委与地方政府 纷纷压榨民间资源投向封口产业 这与上个世纪 苏联市的产业部门主导资源分配如出一辙 显然中共对自身统治合法性的信心 仍主要寄托于高投资高工业化进程本身 而非居民消费需求 他们对西方经济体系产生的社会问题 生物痛局宁可承担低效率的代价 也不愿意完全放权于市场 这导致中国经济一直面临着严重的资源错配问题 即便一度享有人口红利带来的廉价劳动力优势 基础设施等几乎所有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都严重不足 与中国超级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以教育为例 中国目前的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不到百分之四 远低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百分之六以上水准 师资力量严重不足 加上城乡教育资源严重失衡分配 严重拖累了学生的整体素质 在医疗领域中国人均医疗费用 始终停留在中低水平公营医院资金及人员匮乏 居民需自掏腰包缴纳过高医疗费用 与此同时医保也覆盖面有限 许多严重疾病往往得靠家庭资助作为支撑 压垮了不少基层家庭的财务状况 至于社会保障体系 中国整体抗风险能力同样低下 基金管理混乱 存在着严重的省级歧视与地区壁垒 导致大量农民工难以公平享有养老失业等福利 受限于财政预算提标 亦未能及时跟上通胀预期 整体而言 中国在教育医疗社保等 民生失业的支出严重不足 远远落后于一些同等收入水平的新兴经济体 这种低投入导致民众获得感大幅降低 家庭压力加大 进而影响了消费能力 加剧了内需的困境 除了公共服务投入不足 中国家庭财富分配更是残酷的一大脱累因素 自改革开放以来 尽管GDP不断攀升 但财富分配却日益两极分化 1990年代中后期 中国的基尼系数 曾一度下降至0.35左右的较低水平 但自本世纪头十年开始 随着国企利润激增房地产价格飙涨 贪污腐败猖獗中国基尼系数 已攀升至0.47以上的高位 远超国际警戒线的0.4标准 根据最新估算 全国最负10%的家庭手中 已集中了近70%的可投资资产 而最贫的50%家庭 则仅攫取了不到3%的财产 这种分配状况堪称世界最严重地区之一 贫富分化如此悬殊 注定了中国难以换发内需潜力 相较之下 即便美国的基尼系数在0.41左右 但其整体国民财富量驱大 中产阶级家庭财富储备充裕消费能力雄厚 成为拉动内需的中流砥柱 然而在中国由于财富高度 其中于少数家庭大多数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有限 自然难以对经济形成有利拉动 这是中国内需长期停滞不前 并加剧了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 投资主导型增长模式固然可在一段时期内取得短期红利 但终将在去产能及长周期周而复始的循环中走向dead end 金融危机后 大量过剩产能积压导致企业盈利大幅下行 而持续的去产能进程又加剧了就业下滑收入承压 这就进一步打击了居民消费信心和能力 一旦形成这个恶性循环 政府就只能不断祭出基建就是等传统刺激手段 却难以奏效受限于投资边际效用递减 以及去杠杆压力加大大规模在刺激 也难以有力反映到实体经济 货币政策一进失利器遭遇流动性陷阱窘境 这已是当前中国经济走向的写照 尤其是疫情的冲击之下 房地产投资出口三架马车已全部陷入低迷 抵消了以往赖以为傲的三须动力 在此背景下重振消费需求显得刻不容缓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 中共在意识形态和体制上的羁绊 令其难以放手发力 相对于直接补贴家庭收入提振 消费当局更愿意先行刺激工业端新一轮家电汽车 也就换新补贴计划 其目的就是拉动制造业产出 而非真正赋予家庭购买力 面对这一发展困局 中国经济学家不乏直言批评的声音 有观点认为 中国当局应效法美欧疫情期间的做法 直接向家庭发放消费券或直接转账现金 仅凭财政支出激励企业加大资本开支显然已不可取 应放手让居民自主决定消费偏好 也有专家建议中共应放弃对传统工业的执念 大幅增加教育 医疗社保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 只有这样减轻家庭的生活压力提高预期收入 增加风险承担意愿 消费才能真正释放潜能 不过这一建议陷入了鸡生蛋蛋生鸡的死循环 家庭收入能否增长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力在就业市场的溢价能力 而这正是当前中国的硬伤之处受教育程度有限 缺乏适度职业培训 大量剩余劳动力无法在制造业之外 寻得体面谋生机会 事实上中国工人长期薪资停滞不前 主因是由于基层受教育水平低下缺乏谈判能力 在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企业完全可以利用农村圣 于劳动力工人无休止替补 压低劳动力成本工人们无权要求加薪调薪 义无能力寻求技能提升 只能被动接受微薄报酬 农民工是中国最大的底层群体 他们的可怜状况可见一斑 要扭转这一被低端锁住的困局 教育是关键一环 然而正如前文提及 中国在教育领域的巨大短板已阻碍了劳动力素质提升 加剧了分配布局和内需疲弱的恶性循环 除非政府大干教育投入的力度消费 才有望不断扩张 中国目前的高等教育虽然规模持续扩大 但普及程度仍严重不足 而基础教育层面的城乡差距也十分巨大 制造业的劳动力来源地农村更是严重短缺优质教育资源 因此提倦内需的首要任务即是扎实落实教育公平 减轻家庭的教育负担 培养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技能劳动力 唯有如此工人阶层的收入和地位才有望货的提升 消费能力才能与之同步向好 教育公平化固然是一个艰巨的长期系统工程 但仅仅靠发展教育也还不够 中国必须同时在其他民生领域大力投入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品质 比如在医疗卫生领域 中国需要全面加大医保覆盖面和保障力度 减轻家庭的医疗负担 同时提升公立医院的诊疗能力和资源配置水平 确保广大民众能享有可负担的优质医疗服务 再者中国急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增强城乡居民的风险防范能力 目前的养老失业等保险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地区性差异 令加大统筹力度 提高保障水平 帮助家庭降低生活的不确定性 除了教育医疗社保等基础民生领域 中国同样急需优化住房供给格局 缓解家庭购房压力 房地产问题错综复杂 需同时遏制投机需求 释放刚需导向 规范开发商行为 完善长租市场等多管齐下 只有全面化解民生领域的克制因素 减轻家庭 不当辗转 提高可支配收入预期 消费意愿才能得以重拾 这无疑需要庞大的财政支出 作为支撑 需要根本改变当前公共 产品和服务严重短缺的现状 而要获得这一切根本出路 在于调整经济增长的发展理念 中国必须放弃外延式的粗放型增长模式 转而追求内生型增长 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率 这意味着要转移发展重心 将更多资源投入到提高人力资源素质 加强创新驱动等方面 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持续燃烧有限的自然资源 过度追求规模扩张 中国在这方面已经给出了一些发展理念调整的思路 比如2035年远景目标强调 要把发展立足点更多倾斜到新兴产业 现代服务业等方面并明确提出 要让人民获得感成色更足 但要彻底执行 仍需突破体制机制障碍 首先中国需要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无论是产业政策的制定还是企业的生产经营 都应让市场主导需求倒下 防止政府过度干预造成资源错配 其次中国需要加速改革 国有企业力破垄断行业利益集团 对于资源的掠夺和垄断 目前很多领域仍存在着 由于缺乏竞争而导致的低效率高成本困境 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再次中国需要健全现代产权保护制度 给予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 增强他们的财产预期稳定性和发展信心 以往不确定性过高 唯于成本过低 致爱了私营经济的有味者 勇于创新投资最后 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快金融体系改革步伐 为了把打破系统性风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真正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 当前金融体系仍存在庞大的隐性债务风险信贷资源 对制造业等领域配置低效且严重错位 可以看出要真正推动内需扩张 提升消费能力中国所面临的局不仅仅是一个 小修小补的经济政策调整问题相反 这是一场关乎中国未来发展道路选择的根本性变革 这场变革将触及经济体制的方方面面 也将牵一发而动全身 意识形态的束缚体制 内生利益错为官商勾结腐败 地方保护主义等长期困扰中国的晚起 都将在此次变革中遭受彻底检验和重塑 中国的发展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生增长 动力不足困境工业化红利以日渐见顶 传统增长引擎渐行渐远 未来无论是维系经济运行 还是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都必须彻底摆脱过去依赖投资出口 拉动的发展模式 这将是一场艰难的阵痛期 短期内经济或将陷入停滞加速下行的危险地带 传统增长引擎的拖累效应 加上体制变革的阵痛都将给经济增长带来巨大压力 然而与其继续闭关自首维系一个日益失衡的发展格局 不如果断走向变革之路 唯有通过深层次的体制重塑 中国才能真正摆脱经济结构性矛盾困扰 重新换发内生动力 步入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轨道 这条道路注定是曲折的 利益固化已久的体制 内生力量必将形成强大阻力 但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 中国以别无选择必须顺应时代要求迎难而上 这一重大转折也将给地缘政治格局带来深远影响 过去中国对外扩张力量很大程度上 源自其高速工业化进程 通过出口和对外投资辐射 全球一旦内生增长乏力 这股力量势必减弱 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实力亦将承受巨大考验 这是必加俱其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收缩 无论如何 这都将是一个充满风险和挑战的时期 无论对国内发展还是地区格局而言 但命运通常都是自己选择的 中国是顺应潮流 大势勇敢变革 还是Goodstep错误最终付出代价 将由其自身决定作为在场外观察者 我们当然希望看到一个富强繁荣和平的中国 一个注重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缓和贫富分化矛盾的中国 将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然而 这需要中国自身做出正确选择 是坚持目光短视的老陆 故不自封于工业文明时代 还是勇于变通 放眼未来史向后工业文明新境地 政策抉择攸关重大 我们拭目以待 好了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分享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 选择全部 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你对这个话题有什么看法 我是BOSS 下期节目再见